看到這個畫面是不是覺得 哇很熟悉 凸子 漢子 燕子 三子合體 夜席 鳳山 感動 真的 國旗海也重現了高雄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部分 侯友宜就說到年輕人不要上戰場 要上的是職場 去職場打仗 要完成五年前韓國瑜 在高雄沒有完成的事情 那麼支持者都希望藍白要站在一起 打贏這場選戰 一生中最重要的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團結國家 跟團結中華民國 那往下一看是韓國瑜怎麼說 他說到這次的選舉聽老市長的話 要當聰明的高雄人 你要把愛和和平 經濟 衝經濟 以及追求高雄城市定位 大家要把希望放在侯友宜身上 那最後的盧秀燕怎麼說 他提到的是 民進黨主政兵役將延長為一年 以前台灣很安全 但現在中共飛機船艦 常常都來光顧 民進黨有辦法嗎 似乎也沒辦法 我保證侯友宜會讓台灣 轉為安危危機 危機轉為安全 那現在要知道說整個過程中呢 大家一看到這畫面就很感動 覺得哇 當年那種感覺又回來了 現在藍營當然是希望藉由這場造勢呢 重現了五年前三山造勢寒流奇蹟 更重要的是要讓柯文哲看見 選舉絕非是個人民調高就可以過關 需要的是組織 人才 地方經營 更需要的是支持者站出來 現場多少人呢 看到這張照片 將近五萬人的現場支持 所以國民黨總統的候選人 參選人侯友宜28號晚間呢 就在高雄舉辦造勢晚會 吸引了五萬多人 超過五萬多人到場立庭 那侯友宜在高雄前市長韓國瑜 台中市長盧秀燕的陪同下呢 三子再度一起大進場 侯友宜也說了五年前韓國瑜 翻轉了高雄 五年後他也要拜託高雄鄉親 翻轉台灣拼出好未來 中東侯友宜進票 侯友宜 動算 侯友宜 動算 侯友宜在韓國瑜盧秀燕陪同下 三子高雄合體 指導生率票倉 舉辦大型造勢晚會 侯友宜 動算 侯友宜 動算 現場旗海飄洋 動算聲聲喊 吸引超過五萬人到場力挺 侯友宜劈頭轟綠營 把兩岸關係搞到兵凶戰圍 高雄有海軍基地 如果爆發戰爭首當其衝 我們的高雄軍事要在 戰爭起來上海下 各位兄沒有完成的事情 和侯友宜 到底讓大家做一個表現更好嗎 好 所以我們要思考 誰真的將來當了總統 可以讓台灣化為為安 我看來看去 侯友宜我跟報警 因為他已經用他的錢半身 再為國家人民出生入死 陸秀燕二話不說幫侯友宜背書 侯友宜不只要翻轉台灣命運 更要拼出台灣經濟地點 承諾幫高雄拼經濟 韓國瑜最有感這麼比喻自己的粉絲 為什麼韓國瑜的悲哀 就支持我的男的 基本上都涉乎性腫大了 即使支持我的女的 都過了更年期了 千萬不能南北差異 我們把一切希望 放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侯友宜高雄大造勢 當時除了合起韓國瑜盧秀燕 黨主席朱立倫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到場力挺 加上執政縣市首長一字排開 營造藍營大團結氣勢 祝侯友宜翻轉2024 要把綠地變藍天 記者綜合報導 當年的三子造勢現場 我仍也在裡頭連線 所以光看這個畫面 就非常的感動 造勢現場人真的相當的多 而如今台中市長盧秀燕 跟高雄市長韓國瑜 又再度重現了 漢子凸子跟燕子 韓國瑜呼籲所有的港督鄉親 這一次的2024大選 要當一個聰明人 因為高雄的未來發展 有三個重點一定要做到 韓國瑜認為只有侯友宜 他才能達成民眾可以放心 他也把希望全部寄託在侯友宜身上 這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當一個聰明的高雄人 我們絕對不能當一個笨笨的高雄人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全台灣最危險一定是台北 首都 第二危險一定是高雄 因為所有的軍事要塞 陸海空三軍跟海軍陸戰隊 以及全台灣最好的軍港 做營都在高雄 高雄人 要告訴全台灣全世界 我們高雄280萬鄉親 是最熱愛和平 最拒絕戰爭的對不對 我們高雄人現在負債全國第一 我們將近有2500億的負債 我們高雄子弟 80% 畢業之後都離開高雄 各位高雄鄉親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離開我們可愛的高雄 為什麼 80% 因為找不到好工作 賺不到錢 所以聰明的高雄人知道 我們的城市負債這麼多 我們經濟這麼的弱 我們一定要全力來培騙經濟 280萬的高雄鄉親 上下一條心 衝刺我們的經濟 吸引外資來投資 把我們整個城市基金帶動起來 讓我們流落在異國他鄉的子弟 能夠回到高雄 聰明的高雄人要知道 我們要追求城市的定位 我們要追求高雄未來的目標 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 美國白宮國會五角大廈 通通是華盛頓 但是美國經濟最發達 紐約 中國大陸政治中心北京 中國大陸工商業最發達上海 未來台灣政治一定是台北 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 但是工商業最發達 一定要在高雄好不好 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的 懷念的我們高雄鄉親 我時常在擔憂台灣的未來 聰明的高雄鄉親 記住三點 我們要和平的高雄 要經濟發達的高雄 要有明確定位的高雄 我們把一切希望 拜託我們下一屆的總統當選之後 千萬不能南北差異 一定要把國家更多的資源 放在我們大高雄 讓我們經濟起來 教育辦好 讓我們流落在外面的子弟 回到我們的家鄉上班 整個把高雄發達起來 我們把一切希望放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拜託大家 謝謝 這場造勢其實是相當有意義性的 怎麼說我們來看到這邊 國民黨智庫執行長柯智恩就提到了 鳳山這個地方是五年前韓國瑜 讓全台第一次見識到庶民力量的地方 還有人應該很記得吧 聊天室的朋友都有人在提到 也是我們去年舉辦第一場大型活動的寶地 那希望鄉親能夠當侯友宜的後盾 再創庶民奇蹟 賴清德到高雄說要贏一百萬票 立委巴西要過海 要讓民進黨八仙落海 好了 其實也希望侯友宜 能夠再次創出庶民奇蹟了 下架黑心舞弊到廢土的民進黨政權 我看到南方人的底氣 讓我看到庶民的力量 奉聲我們是不是又再回來了 今天在這個地方看到滿滿的國旗 非常非常的感動 感謝大家 幾年對科技人的替道更高 我真的感謝 今天 我後面這裡有所有的儀館 那時候科技人是雜母的雜母的 因緣病人無人知道 民調十三趴 這個儀館有說一句話嗎 勇敢地站在我們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唯有站在同一艘船上 我们才有办法往前进 各位 我想相信的是 民进党只要到高雄 赖清德只要到高雄 都跟他说 高雄是我们民进党的堡垒 这阵一定会赢100万 8000一定要过海 各位 民进党40年前跟我们说 台湾要民主自由 市长年前跟我们说 要让我们的驾孙 世世代代安居乐业 他有做到吗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八仙过海 我们一定要让他八仙落海 好不好 所以今天在这边的立委 在这边的议员 各位 我的前面有光 我的脚下有路 国民党 不用说太多话 勇往直前就好了 对不对 对 大家说民进党 各种是民进党的 真的 五人背着七额 带着小三 在外面游玩 我的总统好酸型 侯友宜 要避免想到七额 因为他带着 基层的警察 出生入死 两个男人 都面对他们的七额 都很愧疚 但是状况都不一样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就是人格 这就是高度 所以 真的 总统爱算起的品格 不贪污 没外国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总统候选的人品 还有他背后非常强大的团队 不是只有选一个个人 选的是一个团队 看看站在我后面的这一群的议员 我们这些的未来要选择立委的委员 他们都是跟我们紧紧的 欣系这一块的土地 所以呢 我们再一次的恳请 柯生再一次的恳请 所以按歌雄的兄弟 我一定进驻这边 跟所有我们的议员 跟我们所有的立委一起拍拼 歌雄 要让大家 要全世界让他看到 奇迹从我们开始 从我们凤山开始 庶民的力量 就是我们高雄的力量 让全世界让台湾 再一次见证高雄的味道 好不好 现场这么多人 其实昨天的三子合体 应该说是四子 为什么 柯文哲在昨天也到了高雄 不过他没有在这个现场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办了一场签书会 所以我们要知道 原本的三子合体 在凤山这边有五万多人的机动现场 柯文哲的现场的签书会 自然当然没这么多 但是他可以跟民众拉近距离 比较感动层面的去了解 所以蓝白河还是有一种感觉 是在互相合作 但是有一点 真的要注意一下 柯文哲这边要知道是说 现在整个选调 需要的是要组织 人才跟地方经营 而这一些呢 可能是柯文哲这边比较欠缺的 也因此有人就问到说 到底蓝白河到底该怎么办 那么柯文哲呢 在这个签书会提到说 讨论蓝白河还有二十多天 不用着急 继续的排队签书 感觉这个小温心感 所以现在蓝白河 还是大家所着重的一个重点 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呢 他二十八号就跑去了 赖清德的本命区 了解余温光电版的争议 远在新北的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呢 隔空喊话 希望政党是越快协商越好 时事评论员谢寒斌就说 柯文哲打从一开始呢 只想要立委合作 只是如果政党轮替无望 看来是连立委都不会有票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前进台南试察余温光电版争议 进攻赖清德本命区 也暂时先把蓝白河 抛在脑后 对他人的光镜看了觉得怎么样 再看一下 但蓝白河触礁时间迫在眉睫 原本传出二十七号就要政党协商 柯文哲却又延到三十号 日前酸柯文哲浪费多少三十秒的侯友宜 今天态度放软 盼尽快面对问题 我们的协商一定是开放友善的 而且希望越快越好 蓝白试取试驾 侯友宜强调不是没人决定 是自己说了算 这番话除了想强调主导权 似乎也在暗指朱立伦 现在更传出金普聪担心被边缘化 才提出民主初选 甚至与朱立伦争抢蓝白河的主导权 蓝白河卡关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 关键的主帅态度 侯友宜早早释出善意 侯柯侯佩都可以 但柯文哲似乎不灵情 他是正的 不然的话 他是不太可能会跟国民党合作 柯文哲主要的所谓的政党合作 也是在立委层级这一块而已 大家觉得政党轮替无望的时候 很多人会到最后的选择 就是根本不去投票 请问一下你们的立委的票从哪里来呢 选战牵引法动全身 关键总统合没有结果 沦为蓝白各自拼立委席次的话 恐怕最后还是全盘皆输 记者彭宜德 蔡秉庸台北传媒报道 我们看到网友怎么认为 A样说如果不是在蓝白河 柯文哲早就没声量了 那么侯钱梁说柯文哲就一直拖一直拖 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合吧 庄美军提到说 把蓝白河当成急诊室 要到三十秒后才决定吗 好 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那么柯文哲在想什么 柯文哲想要柯韩配吗 这新闻爆出之后呢 柯文哲否认之外 还大赞韩国瑜进步很多 坦言啊 之中有一些话呢 是让蓝莹觉得听起来有点刺耳 像嘲讽 好像说这些年都韩国瑜没事干 读的书比较多 就让他觉得不是很舒服 我个人先不管这个新闻是真事假 但是柯市长的有一些言论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 可能要特别注意小心他讲话的措辞 包括之前大家都知道 柯市长曾经酸过韩国瑜市长 他的学历可能只能读到 就是被能够总经理 那可能在嫌韩市长的学历不够高 就到最近传出一个新闻 好像说柯文哲市长对韩国瑜市长 来搭配参选做他的副手是有兴趣的 问他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柯市长我相信是善意啦 但他居然说 可能韩市长这几年来这进步很大 可能他这四年来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书读的比较多 哇 这一讲出来 我不晓得韩市长 包括韩市长的支持者 以及国民党的支持者们 对于这种言论会有什么想法 我个人觉得 这次到底是在赞美我 还在考试我啊 我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叫做我这四年没有事干 所以书读都比较多 这种言论我老讲 先不管柯市长 或者是民众党是有心还是无心 但当这种话语传出来之后 对于泛蓝的一些支持者而言 听起来真的是刺了 而且是不舒服的 对于接下来的蓝白盒 我认为都是负面的一些走向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身体健康下单